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足以强烈的感觉到说是不是有发生生变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或者是与政治责冲的这样一个讯息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在这个行为的情况之下 短短一两个星期内就发生这样一个行为 这样一个情势 我们的政府跟我们台湾人民是不是有想到这个问题 首先在战略层面上显示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政策 是彻底的崩盘 我们的政府告诉台湾人民 一个中国就是各自表述 有了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 这样子的论调也说服了台湾人民赢得这次的选举 可是史亚平女士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在在显示一中各表只有存在台湾的国内 踏出国门 国际社会却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一中各表的这种情势 否则挂国旗唱国歌不就是一中各表的彰显吗 其次在战略层面上 我们政府的外交修兵策略则面临了极具的挑战 台新军事关系早就不是秘密了 更严格的来说 星光计划就是因为新加坡碍于国土狭小 所以在海外所设立的代训部队 是台湾与新加坡友善的一个象征 结果这样子一个友善象征 今天却遭受到威胁 这也就是新加坡政府看穿了我们台湾政府体系的无能及软弱 在外交战场上 我们政府选择修兵 但是中国却一刻未成松懈 所以在我们面对中国种种的打压 均没有办法表现 外交的单位在长期修兵的情况下 已经进入了一个休克的状态 最后本席提醒我们的政府 2009年石雅萍女士曾说 ECFA签订后台新可复谈 可是ECFA签订已经很久了 石雅萍女士也掉离这个职务很久了 可是都没有兑现 在在显示我们这样子的政策是不是有问题 希望政府正式这个问题解决台湾的外交困境 谢谢 谢谢 violence